台湾骄傲叶倩文 推掉百万商业工作 一心照顾90岁瘫痪母亲 作为90年代最红的歌手 叶倩文当年有主部舒王菲的名气和地位 不仅在乐坛中有议席之地 还拍摄过不如少快智人口的电影作品 甚至在巅峰时期还登春晚表演个曲 如今他放弃百万的商业工作 一心照顾自己90岁的瘫痪母亲 原来明星跟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即使赚了再多的钱 还是会像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孩子细心照顾 这样的品质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中也是非常宝贵的 难怪一向毒舌的香港媒体会关于他一个娱乐圈爵士校女的称号来表示尊敬 可是和林子祥结婚以后叶倩文渐渐淡出娱乐圈 但是他依然有助非常高昂的商业价格 不过自从四年前父亲去世以后 叶倩文就开始逐渐减少工作 把心思都放在照顾母亲身上了 当时叶倩文接受采访表示自己在父亲在世的时候没能好好的孝敬 他不想再给母亲留下遗憾了 所以这几年来随时可以看到叶倩文陪伴在母亲身边 因为他不放心别人照顾自己年事已高的母亲 即使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也不想假借别人的手来替他尽孝 可以说是事无巨性为母亲做到最好 去年三月叶倩文母亲身体突然不适 让他非常担心地送往医院 在下车的时候叶倩文整个人贴在母亲的身上为他做支撑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呵护住把他送到轮椅上 全程没有让保姆协助 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 叶倩文对母亲的孝心和体贴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为母亲尽孝 内容为完结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 第一页第二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